今天我们说说布莱恩星人思维的秘密 他们都是用思维语来沟通的 很少用声语 他们人与人之间没有秘密可言 因为你在想什么谁都清楚 他们彼此都是坦诚的 不像地球人类 思维是封闭的 有太多不可告人的事情藏于思维意识中 对于生命生存是可怕的 布莱恩星人的智慧超越 来源于他们的星体存在于4.5维度 他们思维语的发展也是有过程 在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思维语 一半人先天有这个功能 一半人是没有的 没有这功能的人 为了让他们也有思维语 他们把没有的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山洞 让他们在黑暗中静思 进入换睡状态 等他们醒来时 会看到光明一片 从此他们就得到了思维语的功能 目视对方就可以交流 只有在唱歌时会用到声语 思维语是思维意识的表达 可以传输到很远 在传输的过程中 思维意识会流失的 其他人只要愿意 对着你的大脑 便知晓你的思维意识 同时 他的思维意识你也可以接收 根本没有秘密可言 我的观点 他们的这种功能 我们叫心灵感应 其实我们人类打开松果体后 也是可以有这种能力的 只是现在被封印了 但也有少数人开了松果体 这些人看着世界是不一样 他们可以看到能量的流动 看到另一维度的东西 今天先分享这么多吧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